每次烤肉是不是都觉得 啊 我要烤的吧 哪里都叉叉 那要注意咯 我们今天要和你分享几个 烤肉好吃的小秘诀 第一个 烤肉的时候呢 不要一直翻面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烤肉的时候好怕它烧焦我 所以呢我就一直翻面一直砍 一直翻面一直砍 结果呢 有没有注意到 翻面的过程中肉汁都跑掉 正确的做法呢 应该是我们翻面烤到边缘有一点翻白 然后上面呢 剩出一点肉汁的时候 我们再翻面 这样子烤出来的肉呢 肉汁都还在里面哦 第二个呢 烤肉酱要最后刷 有时候也想说 我的肉片一定要够味 然后就一上烤盘的时候呢 就马上涂烤肉酱 要注意咯 这样烤出来会草味大 正确的做法呢 应该是肉片快烤好的时候 再上烤肉酱 起锅前呢 让酱受制 这样子烤出来的肉片呢 入味又不会烧焦 第三个 腌肉呢 不要腌过夜 我们会希望肉啊 是越入味越好 所以前一天晚上呢 就会先把肉腌好 但是烤出来的肉 水分都跑光光啦 因为呢 腌料会把水分都洗干 正确的做法呢 应该是要烤肉前两个小时 再腌肉 这样子时间足够让肉入味 而且水分都还在里面 腌肉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用一点带酸的水果 利用水果的酸呢 软化肉质 而且 这样子烤出来的肉也比较清爽一些 烤完肉如果想要再吃点汤汤水水的 你可以用这个 我们可以用豆浆当汤底 豆浆和水的比例呢 是1比1 这个比例 汤底不会掉对 而且还吃得到豆浆的浓醇香 今年中秋呢 就用福利森店烤盘 它不仅可以烤肉 可以炒 可以煎 还可以煮 一年到头 都用得到哦 。